好,来看到大宇街上的克莱堡商业城 闲置荒沛已久 如何活化,如何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为此花莲市公所特别在8月9号的上午 举办了克莱堡建物发展规划的座谈会 也透过花莲市公所代表会专案的小组 以及花莲县政府与民众进行意见上的交流 期盼透过各方的意见来研理出最好的规划跟发展 花莲市金三角大宇街上的克莱堡商业城 土地所有全属花莲县政府建物为花莲市公所所有 原为中央市场因无摊商进驻 荒沛多年成为文字馆 为此花莲市公所特别在9号上午 举办克莱堡建物发展规划座谈会 希望透过花莲市公所代表会专案小组 及花莲县政府与民众进行意见交流 那据我知道在市场任内的时候 他也一直很尽量的帮我们去争取经费 希望能够活络这一栋建物 那我想问一下县政府的代表们 你们今天你如果要盖停车场 你要拆除你的经费到位了吗 你的计划要拆几年 你要盖几年 你知不知道会影响到这周边的店家的营运状态 请问一下他们怎么营运 你每天怪手卡车在那边动 甚至于一个月动不到几天 你要盖几年 那第二个我想请问县府 你今天你有这个经费去盖这个停车场 我们真的那么需要这个停车场吗 我们现在可以去绕一圈 有多少平面的停车场现在是空的 你是为了假日吗 你今天有那个经费去盖这个停车场 首先你要拆除它吧 是不是 再来你要再把它盖起来嘛 你那些经费 如果能够跟市公所你去支持它 支持我们这些民众 大家心里面希望的这个方向去做的时候 你会没有经费去处理这个吗 你都有钱去拆它的 我们希望说可以以我们的商圈为主 以我们在地的民众为主 我们希望不管它拆与不拆 我们希望市公所跟县政府都能给民众一个很明确的回应 到底我们拆了之后我们要做什么 那我们不拆的话 我们又要花费多久时间去整理 那甚至拆了之后我们要怎么去建设它 我们希望把所有我们商家遇到的这些问题 希望他们提出来 那未来希望一起做什么样的一个 不管是说之前有县府这边有 或者是说未来这个建物是否能符合我们一些建筑行 这些标准再来做使用 我们今天会做一个讨论 那未来会一个详细的一个规划 那后来也能说唱一下来快乐 虽然可来保建物外观大致良好 不过由于全洞电缆线遭窃 二三楼杂物废弃设备需要清运 且现况多处违章建筑不服现行检管法规 整体的整建费用 初步估计大约要花费6175万元 而拆除费初估也要千万 不论是要整建改建或拆除重新规划 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达成 市公所将汇集各方意见 再做进一步的评估与讨论 记者许立清 华林市报导